我的老婆是公司女总裁 可她却从未没对其他人官宣过我 说是为了维护公司形象 所以才一直对外宣称单身 这种情况持续到她的白月光海归 她抛下在急救时的我去机场接她 我才幡然醒悟 我只是她白月光的替身 心如死灰的我准备离婚 选择成全她和她的白月光 但离婚那天 妻子却死活不肯拿出户口簿 叶帆 你舍得抛下我吗 你爱了我五年 我冷笑 那你爱过我吗 我跟柳如嫣结婚已经有五年了 大学毕业直接闪婚 她是我大学的女神 暗恋了整整四年 所以当她提出要跟我结婚的时候 我欣然同意 但我知道 那是因为她的白月光出国抛弃了她 加上那晚 是我去安慰了她 她扑在了我怀里 跟我发生了关系 当时年轻气盛的我 幻想得很美好 只要对她好 爱她 疼她 宠她 就能让她真的爱上我 但事实证明 我的想法很天真 北极冰山都有被融化的一天 但人心是融不化的 结婚这五年来 我从一开始的庆幸 激动 高兴 到后来的心寒 失望 因为她始终忘不了她的白月光 所以这五年来 我们虽然是夫妻 但除了正常的同房 会躺在一张床上半小时 其余时候 从来都是分房睡 结婚五年 我们没有约过会 没有看过电影 没有一起出去吃过饭 说白了 就是搭伙过日子 但我依旧 把她照顾的很好 她是公司老板 手下千余人 而我是技术部经理 整个公司技术 都是我一个人掌管 有时候我甚至想 如果不是因为 我管理着公司命脉 可能她每天 跟我都搭不上一句话 甚至房事的时候 她都丝毫不作声 我就像对着一个木头人 交作业 直到有一次 我无意之间在她手机里面 她那白月光的照片 不管是眉毛 还是鼻子 眼睛 都跟我有七八分相似 我这才知道 我只是她的替代笔 而且最让我气愤的是 他们之间还有联系 而且已经联系了小半年了 我黑着脸质问她 你为什么还保留着 你前任陆华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她气焰更高 反而怪我偷看她手机 叶帆 陆华现在跟我们公司有合作 我有她联系方式 不是很正常吗 我冷笑 这理由你自己信吗 怪不得这半年来 她已经开始不跟我同房了 估计是想开始为陆华守身 原本我以为 是我一直做的不够好 现在我才知道 她对我从来没有一丝感情 只是让我当了五年陆华的替代 前任回头 现任必输 哪怕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爱她五年 依旧比不上抛弃过她的白月光 因为长期为她的公司熬夜操心 回来又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一时起终 我身体一天鼻子天弱 而且腰椎还查出来 长了个肿瘤 柳如烟知道后 只是对我说了句 老点去切了 没多说一个字 甚至都没关心我这肿瘤 言不严重 唯一做了件事 就是帮我预约了手术的日子 后 我自己一个人去医院 做了个手术 切了肿瘤 但需要住院 医生让我打电话 叫个家人过来照顾我 我在这座城市 除了柳如烟 她话才说到一半 我就听到一声飞机滑过的声音 然后电话就被挂了 看着手机上 通讯不到五秒通话 我自嘲的笑了笑 拨通花了十秒 可通讯不到五秒 而前几天的一个晚上 她跟陆华 可是足足打了五个小时电话 并约定了今晚的飞机 跟我通话五秒 都是我打扰到她了 跟陆华五个小时 还觉得不够 可我才是她老公啊 在她心里 我就那么不如她那个白月光陆华吗 还谈什么合作 不就是接她去了吗 我以为我会很生气 心也会很疼 但意外的是 我心如止水 甚至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我知道 这是不爱了的表现 因为我的情绪 已经不会被柳如烟所影响了 我没有听医生的建议住院 而是强行办出院手续 医生挡在我面前 说什么也不放我出院 万一出了是怎么办 我被医生搞得很烦 对着他医生大吼 把我刚做了手术缝合的伤口 都崩开了 我死也是也在外面 又不死在你们医院 而且我无父无母 也没有家人 没人追究你们责任 之所以我说没有家人 是因为今晚 我就要跟柳如烟离婚 看着我腰间血直流 医生也是吓头 连忙把我重新扶到手术室 给我缝合伤口 怕我情绪在激动 医生亲自开车 把我送回家 我在楼下超市 打印了一份离婚协议 回到家后 我静静地躺在沙发上 等待柳如烟的回来 一直到半夜12点 柳如烟才回来 整个人醉醺醺的 脸上还挂着笑 看样子喝了不少 还喝得挺开心 不用想我就知道 秀情复燃 滚个床单不过分吧 看到躺在沙发上的我 柳如烟挥了挥手说道 叶凡快起来 去给我倒杯热水 拿双拖鞋 我没有动 柳如烟脸色立马就变了 叶凡你没听见吗 我让你给我倒杯热水 我头晕 因为我要做了手术 行动不便 我摇了摇头 自己去倒吧 我一开口 就直接把柳如烟惹惹怒了 我原本想着 我们半年没同房了 今晚好好奖励一下 现在你休想 接下来的半年 你也别想碰我 说完 柳如烟晃晃悠悠的 去给自己倒了杯水 随后坐在了我旁边 一身酒气扑鼻 他似乎忘了 今天是我做手术的日子 但是我今天手术的日子 是他给我预约的呀 他歪着头 看着我冷哼一声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喝多了 头晕 不想洗澡 你去打水给我洗个脚 晚上我就上你房间 今天可以破理 让你过来一次 我没有说话 只是将我手里的离婚协议 放到他面前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充斥着一丝怒气 我语气平稳 已经不会因为柳如烟 有情绪波动了 陆华不是回来了吗 我给他挪位置 柳如烟听后 脸色一变 似乎酒都醒了 你怎么知道 我冷嘲一声 前几天 但凡你在客厅 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声音小一点点 我就听不到了 而且今天你不就去接机了吗 柳如烟顿时有些说不出话来 因为他没想到我 竟然会知道 结婚五年来 我对他的爱 已经慢慢被他耗尽了 既然耗光了 那就再见了 签个字吧 签了以后 这个家的男主人 就是你朝思暮想的人 而不是我这个代替品 你也不用整天板着 一张冰块里面对我 你跟我都能解脱了 五年来 他除了跟拍结婚照那天 对我笑过一次 之后 我每天面对的 都是一张面无表情的样子 我之前觉得 在他眼里 是有工作 我现在才知道 他之所以笑不出来 是因为枕边人事物 而不是陆华 前几天跟陆华打电话的时候 他也笑得很开心啊 而我从来没拥有过他的这种笑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会再找一个我爱的人 我一定要找一个爱我的人 至少 他会对我笑 他会爱我 年轻时候的天真想法 到中年 始终只是一场 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已经为自己当年的冲动 花了五年买单 如今该结束了 柳如烟看到离婚协议 直接拿起来 几下就撕碎了 叶凡 想跟我离婚 门都没有 当初我嫁给你 你说过会爱我 会待在我身边一辈子的 难道你要食言 或者 你不爱了 你不说过 我是你大学女神 你暗恋了我四年 瞬间安静 我的话 难住他了 看着愣住的他 我心里不停地嘲笑的我自己 一个人一辈子 能有几个五年 或者又说 能有几个九年 可能是柳如烟 找不到什么话说了 拿起杯子喝了口水 随后才看着我说道 我不会同意的 你跟我离婚 公司怎么办 这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 跟你也有关系 先不说了 我去洗个澡 今晚我去你房间 我们好好聊一聊 好吗 看着他带有一丝 祈求的眼神 我失望透顶 我何尝又不知道他的想法 不就是因为 我掌握着公司命白 在公司一户摆 他担心离婚后 我带走公司一堆技术 会让公司一落千丈 虽然我不爱他了 但我也不是这种小人 跟你结婚的时候 我一穷二白 婚礼钱都是你出的 如今走 我也不要你的一分钱 净身出户 你留着给你的陆华吧 因为我是孤儿 孤儿愿把我养大都很不容易 所以上大学了 我都是边打暑假工 边上学 就算大学毕业 我身上都没几个钱 如果说 当时我 为什么要跟柳如烟赏婚 那就是他用行动 让我自害世的自我感动 那一晚 我去安慰他 发生关系后 他说嫁给我 不要彩礼 不要我有车有房 只要我爱他就行了 婚礼前他出的 房子他买的 我发誓 一定要对他好 爱他 现在看来 当时还是太年轻了 不过好在 离婚后 没有什么财产纠纷 基本都是他的 而且 我来的时候孤身一人 走的时候 依旧寄然意识 叶凡 你想离婚 不可能 我死都不可能同意 柳如烟第一次在我面前 表现出这么一副样子 我最后再看了他也 没有一丝留恋 不管你同不同意 这婚都离定了 分公司那边 一直缺个技术专家坐镇 我明天就会过去 正好离婚冷静期 三个月后 我会回来跟你离婚 也请你重新找个技术代替 因为离婚那天 也是我离职那天 柳如烟急了 可能是怕我跑路 其妄说道 不可能 我是公司总裁 没我的批准 你哪都不许去 我冷笑 虽然我只是技术不经理 但我的权威 可比二把手都大 在公司 我想走 有谁拦得住我 这可由不得你 如果你强行拦着我 那我明天就离职 说完 我便起身 朝门口走去 可因为起得太急 牵动了腰上的伤口 我捂着腰 疼得直吸凉气 差点没站稳摔倒 柳如烟连忙扶住我 你要怎么了 我一把甩开柳如烟的手 不用劳烦刘总过问 还死不了 柳如烟听到我对他的称呼 身体一颤 因为我一直都叫得如烟 而今天是我结婚五年来 第一次叫他的职位称呼 这也说明 他在我心里的胃部 已经被摸出去了 看到我捂着腰 他似乎想起 今天是我手术的人 他连忙来到我身后 把我衣服掀起来一看 捆着白色绷带 绷带上已经全被歇让了 柳如烟皱着眉头说道 你为什么不住院 为什么不给我说 我是你妻子 我可以去医院照顾你啊 我不有冷笑的反问道 我为什么不住院 这不得问问刘总明吗 我没给你打电话吗 但你不说 你要去谈一个很重要的合作吗 结果是去接你的白月光去了 哪有时间照顾我 柳如烟连忙摇头 听我解释够了 我打断了他 这种理由 是我长期为你的公司操劳 不分昼夜的照顾你长大 而且我是为我自己切的 柳如烟 我爱不动你了 也不想再爱你了 我们之间结束了 如果一切能重来 大学那场联欢晚会 我一定不会去 因为不去 我就不会认识你 说完 我明显看到 柳如烟脸上出现一次慌张 我没再理会他 而是拖着疲惫虚弱的身子 朝门口出去 我还没走到门口 忽然想起了敲门声 我顺势开门 只见一个跟我长得非常像的男人 站在门口 如果不是近距离看 可以说 这人跟我基本差不多 不过比我矮一些 他看到我 也是一棱 随后对我一笑 你就是如烟的老公 叶凡吧 跟我确实很像 我没有理会他 当了他五年的替代品 哪怕我是圣母玛丽亚 心中的怒意也不会减少 他递给我一个包 这包正是我前不久 给柳如烟买的 我没有伸手 反而捏了捏拳头 因为我看到 包的拉链没拉 包里面 有一盒开过风的安全帽 如烟刚刚走得急 把包掉在了酒店 我打电话也没接 所以就给他送过来 我冷笑 怪不得柳如烟 今晚怎么没在外面过夜 原来是提前玩什么 我没有说话 因为心已经如死灰 他们怎么样 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静止绕开了他 正好电梯还没关 我走了进去 在电梯门关的前一秒 我看到柳如烟 从屋里冲了出来 分公司 电话里的顾清涵有些猛 说话都迷迷糊糊的 似乎才从被窝洗 不对我的话 他从来都是知性 很快 他开着他的小假客虫 来接我了 车本身就不大 后排还被他塞满了东西 我不禁问他 就出去三个月 你带这么多东西 顾清涵吐了吐舌头 人家是女孩子嘛 除了衣服裤子 还有化妆品什么呀 也确实 我也没再多问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 截然一身 顾清涵看我一直捂着腰 走路也弯着腰 连忙过来扶着 师傅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还有一股血腥味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没事 切了个肿瘤 他一听大惊 不过我的反对 先开我的衣服 看到绷带上全是邪后 吓了一跳 师傅 你这做手术了 我们还怎么开长途 这到隔壁省再快 也要三个小时 要不休息几天再去 我摇了摇头 要去 我没地方休息了 我没家了 故清涵疑惑 师傅 你可是公司技术部经理 怎么可能没家 难不成房租 到期了 没钱付房租 我懒得跟他解释 现在我只想躺下睡一觉 哪怕在车的副驾驶上 他说 让我去他家休息几天都可以 但我拒绝了 我一个已婚大男人 去人家一个刚大学 毕业不久的小姑娘家里过夜 算什么事 在我坚持下 顾清涵只能同意跟我出发 不过他先带去我医院 给我上了点药 然后换了绷带 他出发 而且还把他带的那些东西 全部丢下 让我能侧躺的车的后排 路上他开得很慢 高速路 慢车道 一直以60万的速度 以便让我躺得舒服 而且每半个小时 他还会停下 检查一下我的情况 我也是第一次体会到 被人关心的感觉 真好 直到最后 只剩下一百公里的路程 我告诉他 别打扰我了 让我睡会 他点了点头 我这才慢慢地睡了过去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了 顾清涵把住的地方 什么都搞好了 离公司不远的一个两室一厅 而我躺在车里 睡了一晚上 顾清涵把我扶到房间 他知道我做了手术 所以在床上 铺了好几层的软垫子 我坐下来 看到对面还有个房间 顾清涵问道 你不会跟我住一起吧 顾清涵理所应当地点了点头 肯定啊 师傅你这手术伤口很大 而且昨天还崩裂了几次 一时间很难好了 医生都说 必须有人照顾 如今你老婆照顾不了你 那肯定只有我了呀 我一听 眉头一皱 我哪来的老婆 顾清涵细皮一笑 师傅 不用瞒我了 你平时那么聪明 怎么这方面就这么傻呢 你以前没告诉我你住了 而你昨晚给我的地址 可是刘总家的地址 你又说你没家了 加上平时 在公司 你对刘总可不是一般的温柔 所以我断定 你们肯定是夫妻 我苦笑一声 还真是小看这丫头了 或者又说 是我自己太傻了 顾清涵跟我身边坐下 把头伸了过来 眨了眨眼 忽然问道 师傅 你跟刘总是不是离婚了 我点了点头 他是我最信任的徒弟 跟了我快一年了 既然他知道了 也没必要隐瞒了 结果 这丫头 一个劲地问 恨不得刘根问道理 足足逮着我 问了一个小时 基本把我那点老底都耗出来了 最后 十分羡慕地说了一句 真羡慕刘总 要是我有个师傅这样老公 我保证生一堆大胖小子给他 我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得到 你赶紧去重新做个房 我是有夫之夫 你一个单身女青年 传出去 对你我都不好 顾清涵直摇头 死皮赖脸不肯走 他第一次不听我的话 说什么也不能 说什么也要留下来 不然今晚 就去外面瞧洞睡 我叹了口气 正好说道 行了 赶紧回去休息一下 我这身体 下午可能去不了公司 你代替我去下 有什么事 给我打电话 好嘞 紧遵师傅教会 说完 一蹦一跳地 往他自己房间去了 看着他的背影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顾清涵 人不如其名 明明是个很开朗活泼 性格很好的女孩子 非要起个反差极大的名字 正是因为他性格好的原因 所以我才愿意去培养他 帮他扑路 三个月的时间 足以让他能接受我的工作 那时也就是我离开的时候 我躺下 看着天花板 慢慢陷入了沉睡 一觉睡到下午四点才醒 旁边的床头柜上 放着几个鸡蛋跟包子 我不有苦笑 以后睡觉 得锁房间门了 这一觉 睡得非常舒服 似乎 没了柳如烟的存在 我反而更加的舒服了 不用再为他考虑 不用再担心他回家晚 今后的日子 我要为自己考虑了 我拿起手机 发现全是消息 有群消息 也有很多同事 也有柳如烟的几个未接电话 但大部分同事 都不是问我 为什么去公司了 而是都在问我 什么时候跟刘总结的婚 我深感不妙 连忙打开公司总群 翻到最顶上 看到一条公告 我瞪大了眼 公告是柳如烟发的 而公告内容 则是他官宣跟我的婚姻 还附带了一张 我们的结婚照 大概内容就是 这些年 很感谢我的背后付出 没有我就没有他 没有这个公司 想给我补一个盛大的婚 群里千人 有惊讶的 有主妇的 但基本都是发祝福的 这女人又要搞什么妖蛾子 而且这么不要脸吗 昨天跟陆华床单都滚了 套子都用了 现在又来发公告 恶心自己 我刚要在群里发消息 澄清一下自己 顾清涵推开我的房间门 气呼呼地走了进来 在我旁边坐下 师父 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这柳总怎么有心结 昨天你手术 他不管不问 而且你离家出走了 也没见他来找你 发个群消息 来隔着华众驱冲 想挽回师父你的心 师父 你可千万别再犯傻了 我关上手机 深呼吸了一口 放心吧 师父不傻 顾清涵喃喃自语道 那怎么还傻了巴基的 围着刘主转了五年 五年都够师父 谈好几段甜甜的恋爱 我直接抬手 给了这妮子一个脑瓜崩 扛得他凶狠地瞪着我 行了 别瞎嘀咕了 扶我去分公司看看 顾清涵果断拒绝 理由 是我需要静养 我直接又赏了他一个脑瓜崩 他这才重新变成 那个听我话的乖孩子 晚上花了两个小时 给分公司的人 讲了一些技术核心 顾清涵便扶着我回到家 刚进门 我脸色一变 因为柳如烟翔 翘着二郎腿 坐在沙发上 老公 你终于回来了 柳如烟连忙起身 走到我跟前 听到这称呼 我不禁觉得恶心 结婚五年 都没叫我一次老公 昨天跟陆华滚床单 今天又跑到我面前 叫我老公 呃不恶心 柳如烟目光 又落在扶着我的顾清涵身上 眉头稍皱 你怎么也跟着过来了 顾清涵估计也没想到 柳如烟这么快就找来了 正要解释 我则用冰冷的语气率先到 他是我徒弟 我到哪他就到哪 顾清涵看到这 我这么维护他 也是自信地挺起胸膛 我适合身体很弱 医生说 必须要细心地照顾他才行 柳如烟扶住我另一只胳膊 笑道 那没人比我更合适了 我是他的妻子 我将手从柳如烟的怀里抽了出来 语气平淡地道 柳如烟 你这样有意思吗 而且我们现在是离婚冷静期 希望你不要越见 谁知道柳如烟听后 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笑盈盈看着顾清涵 我跟我老公说点家事 你这个徒弟能回陛下吗 顾清涵看了我一眼 随后我点点头 今天也正好把事情全摊妥 能早点理就早点理 顾清涵不舍地松开了我的隔壁 并说道 那师傅 我去买点菜 晚上给你做点营养餐 只能聊半个小时哦 半个小时后 我要给你换药 医生交代过 必须准时换药 我笑着点点头 顾清涵这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去 并带上来 而柳如烟脸上这时 才有了一丝微微的变化 似乎有点失措 不过很快 他便恢复了刚刚的笑容 对我道 以前是你的烟不懂事 但是我真的没背叛你 昨晚你问我有没有爱过你 我现在回答你 昨晚 我想了一晚上 把这五年的点点滴滴 都想了一个遍 我爱你 只是我一直没有对你表达 加上这几年 咱们公司又发展这么快 让我忽略了你 此时 我已经不想听到的解释 朝着沙发走去 柳如烟厚着脸皮 硬是要扶着 把我扶到了沙发上 而他自顾在我旁边坐下 挨着我 我没有看他 而是直接说道 你不用再说了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我对你没有感情了 一丝爱都没有了 没有 我不信 柳如烟直摇头 你给我九年的感情 怎么可能说 没有就没有了 我头枕着靠枕 默然的说道 这些感情 已经被你挥过空了 你回去吧 而且 你不还有陆华吗 你为什么非要抓住我不放 我说了 近身出户 我所掌握的技术 我也会交给公司别的人 求你放过我 好吗 柳如烟听后 红着眼 我就知道 是你误会我了 误会我出轨了是不是 我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 柳如烟掏出手机 打开陆华的聊天框 你自己看 我到底有没有出轨 我没有接不来 因为这些 对现在的我来说 不重要了 我激朝道 以前我还在乎你的时候 你不让我看 现在我不在乎你了 你对我看 还有什么意义 就算你们真有什么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我的妻子了 我的话 让柳如烟那红着的 眼掉了两滴眼泪 我之所以不让你看 是有苦衷的 她哭着说道 要是以前 她在我面前哭 我要心疼死 但是现在 我只是冷笑 苦衷怕我发现 破坏你们的好事 柳如烟没有说话 而是从包里拿出平板 将消息记录同步 然后递给我 我手机上一些陆华 给我发的消息 我已经删了 因为当时我怕你看到 胡思乱想 谁知道你误会我更深了 你自己看 看看你到底 误会我没有 我看着面前的平板 又看着她扑红的眼睛 我叹了口气 何必呢 为什么人 总要等到失去后 才知道后悔 见到非要我看 我便接过了平板 翻看起来 确实有很多陆华发的消息 也确实从半年前就有了 其中 有很多消息 都是回忆成年往事 而柳如烟虽然有所回忆 但看起来有些冷漠 直到前不久的一次聊天 陆华问 如烟 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我当年很后悔出国 不然我们现在孩子都上学了 柳如烟回了句 我已经结婚了 而且过得很幸福 请你自重 如果你再跟我发这些 哪怕你是合作公司的人 我也会删了你 然后之后就没怎么聊了 我心里疑惑 难道她刚刚说的是真的 随后 我看了看了一下 她手机的记录 那些陆华发的暧昧一些的 都闪了 我问道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柳如烟带着泪水道 我知道你心里 一直因为陆华这件事有芥蒂 我敢告诉你 她说的不错 对于陆华这两个字 我确实很明感 但我仍不相信她 那前几天 你跟陆华打了五个小时电话 你又怎么推脱 我亲耳听到的 你跟她有说有笑 还聊那种事 还说我那方面不行 柳如烟脸一红 但还是连忙解释道 那是对方公司的坐机电话 一开始确实是陆华跟我交流 他们这次过来合作的事 但她一直不聊工作 一直翻旧账 我就生气了 说换人 对方公司就喊了我大学闺蜜 来跟我聊 王瑞 你知道的 她时不时还给我打视频 我皱眉道 王瑞也是那家公司的 柳如烟急忙点头 是啊 她在国内大学毕业后 又出过留学去了 前不久完成学业 正好加入了那家公司 不然你以为我 为什么会跟那家外企合作 就是王瑞做何的啊 我又接着问道 那你们在电话里 还聊那些事 柳如烟文言 抓着我的胳膊 撇了撇嘴 这本来就怪你 每次你跟我那事的时候 上来就直入正题 都不知道调调情 搞得我也没兴致 只能简单的互相交个作业 她说的这一点 我确实有些原因 是对柳如烟的一种玷污 所以每次房市 我都是重归重矩 听了说了这么多 我也把昨晚的疑惑问了出来 昨晚你不是去接路华了吗 他给你送包过来 说你掉在酒店了 我看到包里还有安全套 这不明显去开房了 而且你提前半年 都不跟我同房 你又怎么解释 柳如烟很有耐心的 继续给我解释道 昨天我是去接他们了 你以为我接路华一个人啊 怎么可能 路华只是在他们 这次出差的人选里面 提到这个我就烦 原本合作根本不关他的事 非要说 我也是他以前的大学校友 所以他们公司 才准他也来的 昨天我陪王瑞他们 吃了一顿饭 因为都几年没见了 喝的有点多 他醉的都不能走路了 我送他去酒店 谁知道包没拿 那路华就给我送回来了 昨天我还纳闷 我包是在王瑞呢 怎么被路华送回来了 今天我问王瑞 他说路华昨天 专门找他拿的 加上王瑞自己喝多了 迷迷糊糊就给他了 路华就紧了这个门机会 我猜他肯定是故意的 就是想让你误会 哇你抢脚 还有半年不同房 是因为我在备孕 你没见我这半年 都没胡吃海喝了 都很注重饮食 只是一直没告诉我 说着他还把他妈 也就是我岳母 催他怀孕的消息给我看 听了已经看了这么多 确实让我释怀了很多 至少离婚 不是因为柳如烟出轨 而是因为我不想爱他 见我不说话 柳如烟以为我不信 连忙说道 我带你去见王瑞 还有他们公司几个 其他负责人 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 从头到尾 我都没想过背叛 这五年 我确实很过分 我更多的心思 是真的放在公司上 所以才一直忽略你 不是因为外人 但我心里也是爱你的 这五年 你对我的好 我都记着的 我又不傻 谁对我好 谁伤害过我 难道我不要对我好 反而却要伤害过我的 如果你不喜欢路华那家公司 我马上取消合作 听你的 你说跟哪家合作 就跟哪家 我们也不分房睡了 以前一直没告诉你 我不习惯两个人睡 有人躺在我旁边 我睡不着 我看过医生 说这属于心理障碍 从小到大 从我有记忆开始 我妈妈都没跟我睡过 但为了你 我愿意去克服 反跟我回家好不好 对于她的忽然的转变 其实 我内心 也没有太多的波动 只是释怀了 我没有背上一顶玉帽子 柳如烟 回去吧 我的心已经死了 不光只是因为 这半年来的事 而是长久以来的累计 我不想要你了 当我最后一个字说完 柳如烟的眼泪 又开始掉了下来 你不许不要我 你说过 我是你女神 愣中情人 你好不容易娶到我 又要丢下我 我无奈摇摇头 这柳如烟 为什么忽然变成这样 还真是让人陌生 不过你变得太迟了 如果你早半年提前这样 我就算为你豁出命 又有何妨 我还在想 怎么开口让她回去 忽然大门打开 顾清涵提着一袋子菜回来 师父 我回来了 顾清涵的回来 让柳如烟连忙擦干眼泪 也没干继续说下去 我吐了口气 回来的太是时候了 本来我以为柳如烟要离去 结果直接不走了 说要亲自为我做一顿饭 顾清涵说 他这个当徒弟的来就行了 不用总裁亲自为员工作 结果两人一起做了一顿 晚上柳如烟要回去 不过他说 明天还要来 以后的每天都会来 我骂他疯了 这单向一趟要三个小时 来回就要六个小时 他说 你喜欢我四年 又跟我结婚照顾五年 那我为什么不能为你每天 花六个小时过来看你 照顾你 等柳如烟走后 顾清涵又坐到我身旁 有些担心的看着我 师父 我刚刚在门外听了好久 你该不会回心转意了 我没有说话 只是摇了摇头 心死 岂是他几句话 就能重新复活的 这不是打游戏 有复活必 心死 那就是死了 代表你在我心里 已经没有任何容身之地了 接下来的三个月 柳如烟真的就跟他说的那样 每天下午三点出发 六点到 然后照顾我到九点 又开车回去 期间 我让顾清涵把门反锁 别让他进来 结果柳如烟 直接找开锁师父 换了一把心锁 我又让顾清涵换个住所 结果柳如烟直接报警 说老公到矛盾 好了 警察叔叔亲自帮他找到我 还批评了我一顿 说这么大个人了 快三十了斗 小夫妻之间吵个架 还脑离家出走 这段时间 无论打雷下雨 他都准点到 对此 我也是毫无办法 眼看三个月快到了 我手术的伤口 基本也痊愈了 而顾清涵 也差不多把我手里的工作 基本都借过去了 我终于解放了 我走的时候 没有告诉任何人 偷偷摸摸的 顾清涵上午上班 而柳如烟下午来 所以我买的中午的机票 来到海边 我找个了酒店住下 休息了一晚 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 我才起来 简单的吃了个饭 我换上沙发短袖短裤 戴上墨镜 来到一处两椅坐下 翘着二郎腿 看着沙滩上 打闹的情侣 调情的小夫妻 都很难 我摇头笑道 你们就秀吧 等以后 就知道爱情的苦了 我刚说完 面前忽然黑了下来 两个穿着比基尼的妹妹 挡住了我的视线 因为戴着墨镜 看不清 我娶了下来 这一曲 把我吓得从椅子上翻了下来 你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吓的话 都有些说不转了 柳如烟跟顾清涵 蹲在我面前 嘴角的笑 根本藏不住 凡孙悟空厉害吧 但是他始终 逃不出如来佛的五指衫 师父 清涵不喜争抢 但讨厌抢不到 全文完